你们能练出功 就是这样 是不是 那你说杨士 我们一开始练杨士 年纪轻练 杨士都是 都是站这样的装练 练啊 我这样子可以练出来 可以啊 可以练出来 当啊 跨啊 活啊 可是 你就不会有那么细的动作 所以他把你的范围缩小 他把你的范围缩小 好像你被绑住了 你被绳子绑住了 你去动 是不是 你被绳子绑住了 你去动的时候 你那个 你那个身体的活动 就会非常细密 非常小 这样不懂 那是另外一种练法 那你没有绑 我就可以 我可以这样动啊 我可以这样动啊 我可以动得很大啊 没有错 可是你就找不到那个细腻处啦 就是你是怎么动的 不知道 不知道 虚一点 对 驱动点 驱动点会疏忽掉 好 老师您刚才说 那个胯要先把它推起来 就是 把它推起来 是谁在推的胯 胯 胯 胯在推胯 胯 所谓胯是 我们讲宽关节嘛 宽关节跟骨盆交接 那周围有很多的肌肉啊 跟筋嘛 是不是 落下去的时候 是让那个肌肉跟筋都松掉 对 然后你把它撑起来嘛 那个肌肉撑起来 肌肉跟筋撑起来嘛 它就自动回来 那个关节就被撑起来了嘛 跟其他的关节是一样的啊 对 是不是 对 好 老师我已经知道 你下一堂可以教什么 蛤 我已经知道 你下一堂可以教什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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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